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885集 是何事缘 和原汉搞破鞋的女人 居然是来鹏城投资的港商千金 何事缘 这下 单位同事看原汉的眼神更微妙 其中一个男同事更是仗红了脸大怒 原科长 你 你厉害 这人捏起拳头要揍原汉 被其他人拦住 动手不行 谁动手了谁就理亏 哪怕这事其实是原汉理亏 你一个已婚男同志搞破鞋就算了 还翘同事的墙角 这也太过分了 谁不知道何小姐之前和这位在高调处对象呀 后来莫名其妙地就冷淡下来 让这位黯然伤神至今 原来是被原科长截胡了 原汉本来就说自己是汤市长的亲戚 说自己是领导家的女婿 有了当领导的岳父还不够 连港城富商家的千金都不放过 这也太贪心了 要多吃多占 活该被人绑在树上 合着就你原汉拿的是男主角剧本是吧 什么好事都要占了 权也要 还不放过钱 权钱都谈你咋不做个火箭上天呢 也就长得人模狗样一点啊 呸 长得帅也是以前了 现在这脸搞得惨不忍睹 一看就是要留疤的猙獰伤口 这事多半是原汉老婆做的 就是要让原汉名誉扫地 男女作风问题闹得这么大 原汉的前程全毁了 根本别想得到提拔 单位同事觉得原汉没了前程 又不吃他的人品 瞬间都对他冷淡起来 只有原汉自己清楚 他的问题比乱搞男女关系更严重 乱搞男女关系闹大了 顶多是被单位开除 利用职务便利受贿 他是要坐牢的 大姐说得对 反正我都完了 何世元已经把证据交给了纪委 大家一起玩好了 何世元和叶小雄绝对是犯了法 他们故人行凶 叶小雄不知道会躲哪里去 何世元有名有姓的也跑不了 报案 你们去报案 要完蛋 大家就一起完蛋 纪委调查时 周家也别想干干净净脱身 还有何世元 帮着叶小雄害他 难道不用受一点惩罚 原汉脸上的表情很疯狂 原家母女三人也咽不下这口气 对 去报案把叶小雄和何世元告了 叶小雄已经把他们所有东西都拿走了 原汉的前程反正都丢掉了 何周仪的婚姻也是保不住 还有房子和存款 原家人没有什么好失去的 报案可能还能拿回一点钱 被何世元骗走的那部分 原母身体虚弱 原家姐妹为了博取同情 还是把原母抬去了派出所 这母女三人刚离开原汉单位 就有继位的人来找原汉 原汉 跟我们走一趟 原汉还挺从容呢 事到如今 身头缩头都是一刀 他要把所有人都扯下水 让所有人都倒霉 夏小兰不是瞧不起他吗 那他就要一口咬定 自己是汤市长的亲戚 看纪委这些人怎么处理 周家也瞧不起他 可他还是周文邦的女婿 他就说周文邦让他收的钱 对 他要把周文邦一起举报了 周文邦肯定是贪了钱 要不怎么能送周仪出国留学呢 原汉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笑容 配着他脸上的伤 特别猙獰 无耻 医院 周仪一直未从昏迷中 真正清醒 罗奥宗把他送医后 他发起了高烧 是昏了醒 醒了又昏 一直反复折腾 人也是浑浑噩噩的 从未真正清醒过 还是自己不想清醒 被原汉的事情搞得心理交瘁 被这种的背叛 都让周仪想逃避 一时抗拒 自己不想醒 罗奥宗都快被吓死了 这要是出了事 可不就是他救周仪的时间太迟了吗 葛经理 我冤枉啊 我哪知道这女人打架都会出事啊 葛经理 我 葛经理说了 事情办好 要生他当保安队长的 现在还能当上吗 等夏煞星 哦不 夏总 等夏总知道了 他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呀 可能那煞星不打不骂他 却让他再从六楼往地上跳一次 真是这样 他要不要跳呢 还是跳吧 别开除他就行 不在启航上班 罗奥宗真的不知道 自己可以做什么了 这是当保安被虐 还被虐出了归属感的怂包啊 葛经已经和医生谈过话了 周仪的伤情并不严重 人一直不清醒 主要是发烧和精神上受了打击 行了 夏总很快就要到了 你的事 等夏总到了 再做判断 你先在医院等着吧 葛经这样一说 罗奥宗更忐忑 没过多久 夏雪兰真的匆匆赶来 还跟着一个一脸焦急的中年妇女 夏总 夏总 罗奥宗不是卖萌 他那是舌头发颤呢 夏雪兰想和罗奥宗谈谈 但不是这时候 他要先带蒋红去看看周仪 随意对罗奥宗点点头 主要注意力还是在葛剑身上 周仪的伤势怎么样 伤势不严重 左臂脱久已经复位了 身上独处磋伤和操伤 都是些外伤 看着肿胀恐怖 其实两三天就会消肿 这些伤在葛剑看来不算什么 当然 他本来就是练武的操人 周仪却是领导家的闺女 可能磕破一点油皮都是大事 蒋红的眼睛里都是血丝 在来的路上他就哭过了 真到了医院 蒋红又不肯展现丝毫软弱 特别是在外人面前 大伯母 我们先进去看看周仪姐吧 夏小兰也觉得问题不大 不过也要亲眼看到了才放心 他和蒋红一起进了病房 周仪看起来太惨了 蒋红忍不住在他身边坐下来 周仪发烧说胡话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 一时是骂人 一时是叫妈 偶尔又会叫两声 蒋红的眼睛红了 还是强撑着没掉眼泪 就在夏小兰和蒋红到了医院不到一小时 周仪奇迹般退烧了 他发现自己在医院里 眼睛还没反应过来 鼻子就闻到了浓浓的消毒水味道 这味儿他太熟了 生孩子的时候在医院躺了好多天 想忘也忘不了 然而周仪就看见了蒋红 他精神恍惚有点不太确定 这是他妈妈 他妈妈咋忽然这么老了 请不订阅